大家好,欢迎来到Duck Liu的5分钟系列讲座 上一讲我们讲了文章的金字塔结构 以及如何用结构化思维来对文章做整体型的构思 这一讲我们进一步来谈一谈如何用结构化思维来分解和精选我们的研究目标 前面我们提到过在我们确立研究目标的时候有两个原则 大处找眼和小处找手 这就是要求我们在试图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冲突的时候 要有能力把大问题分解为小问题 或者是说把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的问题 万事万物的冲突一般总是因为其内部存在着一对核心的矛盾 比如A和B之间的矛盾 有洞察力的人往往能够一眼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 而有创造力的人往往能够更进一步将这个核心矛盾 转化为别的更易于解决的矛盾 为了促成这种核心矛盾的转化 我们应该首先对矛盾的各个方面或者是各个核心要素 分别用结架化思维向下分解为不同的要素 分解的时候同样可以用到上一讲我们提到的missi法则 矛盾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向下分解为一个多层的小金字塔 这样的分解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发现新的核心要素 而原先在A和B之间的矛盾 就有可能转化为新的核心要素之间的矛盾 比如说A1和B1之间的矛盾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如何用结构化思维来分解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两升的水放入一升的杯子中 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素有三个 杯子水还有一个是看不见的中理环境 我们首先将这个问题分解为这三个结构化的要素 再对每个要素深入分解就能找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比如首先从杯子方面来分析 主要应该解决杯子的容积问题 可以考虑做一个有弹性的杯子 随着水倒进去杯子会越来越大 这样我们的原始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制作一个有弹性的杯子 其次从水方面来分析 主要应该解决的是水的流动性问题 可以考虑将水冻成冰柱 这样我们的原始问题就转化为 水要冻成怎样的形状才能够装进这个杯子 第三从重力环境方面分析 主要应该解决如何消除重力动机 我们可以把水和杯子放到太空中去 这样两升的水失去了重力的影响就会变为一个水球 即使放到一升的杯子里也不会漫出来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如何用结构化思维来清晰全面的分析问题的过程 我们把问题分解为三个结构化要素 在逐个对每个要素进行分析 得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或者是简化方案 最后再选择最适合我们的方案 分解问题是第一步 它实际上是对问题的各个核心要素的一个精细化的定义过程 在此之后我们往往还需要对某些关键要素进行量化 并对关键问题进行公式化的处理 从而我们就有可能将一个笼统的问题 转化为一个具体的几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后我们可以对关键变量提出各种假设来进一步细分问题 我们还可以根据假设来收集数据 验证这些假设并不断的更新假设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找到最有可能解决问题 最有意义的研究目标 用来投入我们有限的时间和资源 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问题都源于我们没有准确的定义这些问题 运用结构化的思维 我们不仅可以精细化的定义问题 把一个大问题转化为诸多的小问题 或者把一个问题的内在的矛盾转化为别的矛盾 从而精选出有创新性的研究目标 下一讲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 如何通过文献解锁来进一步细化我们的研究目标 谢谢大家